vorall 你有吸嗎 要不要吃 他貪圖我外表 帥 太 像 三下 自久 複雜 成就太多 一個賓 limited組合 你會 一個 Re fairness 歡迎歡迎,我們館長的團隊,歡迎歡迎 這個我家,我家,歡迎來到我們這個工作室 今天非常歡迎這個三公分的玩粉們 來參觀一下 唉唷,眼前看到這些滿山滿谷的七弄豬公仔 這可是我花了數十年心血收藏到的喔 這不是那個什麼我們家放不下 然後才拿來工作室喔,不是喔 就是造福員工 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之下 專注力,才會upup嘛,是不是 另外還有這邊有非常多這種個人的周邊 我的啦,菜頭櫃啦,我整個團隊的都有 純粹就是一個個人的收藏紀念 累的時候沒有問題,你看看 我們還有提供這種溫馨的休息室 隨時在那邊睡一下,多爽 一樣有七弄豬的公仔陪你睡 多麼的舒服啊,是不是 好嘞,接下來就要介紹一下我們可愛的員工們啦 哈囉哈囉,妳現在在剪什麼 我在剪菜風男的聖誕日期 妳們就是常會剪接會剪得很晚嗎 還好耶,我們其實蠻自由的 那妳們要偷說老闆的壞話耶 老闆很棒 妳進來公司多久 我進來公司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 就是行政類的 然後負責就是一些粉絲的部分 妳粉絲就是阿爾粉 粉絲是阿卡里 阿卡里 還沒到粉絲 但我是貴粉 還是很喜歡老闆的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好愛好愛 我加入的才大概三個月左右 然後我主要是負責寫企劃跟製作一些 就是企劃相關需要的道具這樣 沒有講剛剛那個Youtuber是嗎 沒有啦,沒有沒有 我雖然自己有頻道 可是那個很小,很小很小 有沒有戒指就是幫你 我有偷偷蹭他一些熱度 就是在標題那些 加入Tierka三個字 我加入公司應該是第七年了 他說看髮線多高就加入多久 沒辦法遺傳遺傳 然後我主要的工作就是 攝影跟接案 這些都是我負責的這樣子 對 我們公司最近在舉辦減肥大賽 然後是看一個禮拜內能夠 瘦最多體重比例的 可以獲得獎金六萬元這樣 然後就是大家都豁出去 無所不用齊極的在撿這樣 所以這個是阿卡提供的獎金 對對對對對,沒錯 然後他是覺得大家太胖了 對 就是可以看到大家都 進來就已經滿浮泰的 對對對 因為老闆自己 阿卡 所以他藉這個名義 就找大家拍一個這樣的企劃 可是如果說他贏的話 就是他就不用換 對 對 但是我們就是會努力 突破 擊敗他 擊敗他 對,我們要擊敗他 好 好啦 參觀完了 現在呢 接下來 換我這個30公分的 要去挑戰這個3公分的館長 好不好 Let's go 我跟你講 看他好看 來補救一下 上次是給他面子 他就3公分的阿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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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次看到館長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 那其實我沒有覺得這麼久 沒看到館長 但沒想到已經兩年了 來這邊的感覺像跟 好朋友聊天的感覺 其實不會緊張啦 就滿興奮的 好朋友就沒見了 然後看到他這樣 館長越有活越年輕 然後越來越有活力的感覺 也很開心 OK 大家歡迎大家 收看新一季的誰來踢館 那館長全新重金打造的攝影棚 當然 重金打造的攝影棚 我們要邀請 我們台灣現在目前第一網紅 歡迎我們的蔡阿嘎 館長好 OK 我 攻守不握手 OK 館長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哇這比電視台還誇張欸 對對對 而且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我們桌上 我們阿嘎自己介紹一下 用力給他工商下去 我跟你講工商下去 你們現在也買不到了啦 我跟你講 對對對 這次我大概出道已經 今年是第13年 OK 那其實這幾年都出了很多週邊 是是 然後很多都是只送不賣喔 只送不賣 溫動畫起回饋粉絲欸 還有這個十週年出道欸 新春 也出了一個禮盒這樣 然後包括我結婚的時候 還有這些EP很多 都絕版了 剩下一點點可以來我的蝦皮買 這邊可以工商一下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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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皮還買得到喔 其實我們剛剛跟蔡桃貴 然後剛剛在我們的場館 我們互動一下 然後看他的運動天分等等的這些 怎麼樣 那你對小孩子你覺得 一定要他選什麼選什麼選什麼這樣 不會不會 因為我 像我自己我小孩也沒人在管我 就隨著自己喜歡什麼 就去發展 但會都讓他玩玩看 所以他還小的時候就玩玩具嘛 我芭比包我也買給他 阿薑阿車阿 阿恐龍槍 阿就給他玩玩看 看他最後喜歡什麼 所以你也是一個 不會去看成績的 成績還其次啦 我感覺你小孩乖的好 乖的好啊 乖的好 分數不重要 乖有禮貌 這最重要 阿跟出社會有禮貌 阿有乖你負責任 OK 那我們來聊一下最近 你的轟動社會上的大事 你來形容一下那一天你實際 是幾天幾分 然後出去是怎麼遇到這件事情 那一天其實 阿晚上要去買個菜 就是附近的超市 就在著 那時候禮白還懷孕啦 九個月了 快生了 然後就起歐多巴出去 就在巷口而已 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就被一個 黑衣人攻擊 攻擊你嗎 還是 我看新聞是攻擊 我要攻擊兩下 第一下是朝著李肥去的 他先攻擊車子 然後就有一些肢體的碰觸 就打到李肥的肚子 那第二下應該是怕我去追他 所以他就攻擊我的 直接攻擊我的膝蓋 警方是已經抓到人了 警方抓到 但上面還有 還有後續啦 還有後續 還在查還沒癥結 OK 那我們來問一下 你也出來這麼多年嗎 13年 13年 那13年照理說你的大風大浪 也見過不少 那這是第一次 像這樣的一個新聞是第一次 第一次 那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這個社會下邊 真的 而且我 竟然是找我當出頭 所以我不知道後面 後面其實 還在查啦 不知道什麼事情 但也不管誰 你說在網路上打他嘴炮 罵罵罵就算了 即便你對在網路上 做人身攻擊 我感覺到都還好 我感覺到很壞 你兒子怎麼怎麼 我還好啊 大家審美觀 那你鞋子平派看什麼 沒關係都齊次 但是真的出來 要動腳動手 這是比較合 我們是覺得這個社會 尤其是我們台灣 法治社會 法治國家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如果大家都要這樣的話 這天下大亂 你知道嗎 那你覺得啦 OK 你覺得你是哪裡 像我都很知道 我答應是什麼事情 我一定很明確嘛 因為我事情很多 那 像你 你有沒有想過是為什麼 我也是在想啦 看是擋到人家財路 可能一下 現在我們在 介紹東西 我們也是都 沒在客氣的 是 或者是一些其他 可能政治因素 喔對 因為你嘴君 有比較熱鬆一點 沒有啦 沒有啦 我以前才會罵 指標很明確 就對了 那你最後有沒有想要奉勸這些 想要動腳動手的人 不要動腳動手 有話好話說 像我台語迪士到你 你撒飛來 還是電話卡來 看怎麼樣 對不對 不要動腳動手 大家都有母子有家庭 對不對 不要這樣 我是覺得 我來補充一下 我是覺得 台灣現在做壞事 他就是絕對跑不掉了 對啊 人今天有法度紅 是人的本書 我常在說嘛 你也有法度 你自己開直播 反正現在大家都可以開直播 有時候眼紅 我是覺得 不然就是政治理念不一啦 所以還是奉勸大家 不要以聲示法 然後 我覺得 雙明文化可以少一點啦 我覺得 最直接就是 你自己出來做做看你就知道了 大家去看看 對對對 那我們來 剛剛聊到阿嘉他13年的經歷 以YouTuber來說你在台灣 算是主師爺喔 主師爺等級了啦 比較久啦 比較久啦 而且以你現在你的人數 我們講這種東西是很現實的嘛 對不對 送你的講話嘛 像你的現在我們透露一下 你的訂閱 最高的頻道已經到 最高240嗎 240啦喔 240萬 240 240 現在有四個頻道在跑 第二個也140了 阿哥咧 他還 Square自己也80幾了 還有我們沒有的現在40萬 加起來還是下職 加起來五六百 5600人台灣第一人 台灣第一人 館長說到這樣可能我要裸奔啦 從外面裸奔就會 也不一定人家會訂閱 就可能知道就沒有了 好那因為 這麼多的年輕人現在哪裡當位指標嘛 那如果語音今天是一個教授 就要如何開YouTube 如何經營YouTube 蔡阿嘎教授 對 那你會用什麼樣幾個建議 我們想聽你講 我感覺我不會開這個課 因為我 一開始真的會做幸福的 我們這個時代 YouTuber還不能有廣告分論的時候 前前四五年都是好勝的 真的都沒賺錢 像我一開始在 還有在研究所 第一檔研究所 第二檔在做兵 好勝立法院做兵 就去司機出場了 旅遊影片給大家看 再來上班兩檔 都買做社工做研究助理做兩檔 下班 剪接 假日拍片 雖然很累 可是很有興趣 然後很好玩 但是一直到其實後來 才有一些業配可以接 廣告憤怒 才發現 這個行業是一個可以 養家活口 當作 置業的一個行業 所以要看他辭掉工作 然後專心做全職的YouTuber 所以前面那一段時間 也是拗很久 也不是像說 現在很多年輕人 還是同學就覺得說 YouTuber很好賺耶 炒到賺到這樣 都很豪宅 館長 那周邊一直出 大家都想要做這樣 那不太簡單 真的不太簡單 像你陸陸續續十三年 開了四個頻道 那都不錯喔 都不錯喔 不論是訂閱 還是瀏覽率 還是瀏覽率 也不錯喔 那你的秘訣是什麼 分流 分流 因為一開始我拍次開很多頻道 其實是這三四年開始流行 出紙頻道 遊戲頻道出來 一開始我覺得說 你就顧好自己一個電視台的感覺 我這台要自己顧好就好啦 但你會發現 越來越多年輕的小YouTuber出來了 大家有不同的風格 有不同的領域 那你也想說 我這個搞笑的 還是瀏覽會拍久了 我也想開創練會的領域 所以你就要分 直接分頻道 我是分頻道 然後分類型 分流出來 OK OK 然後而且 題材是一直更換啦 比如說我一開始是瀏覽的中國 瀏覽的韓國 也不可以一直叫下去了 你如果每天一直叫一直叫 你沒了嗎 對 拍一些旅遊 加一些台語 加一些明星合作 現在就是有些小朋友可以拍 育兒的知識 什麼 都拍 題材比較多 大家看比較久 我看你的工作團隊也滿龐大的 現在 現在你的平視有多少人 先說十個而已啦 十個 那你一個月開銷 一個月開銷 五六十 人事 人事五六十 要啊 那都加上去耶 如果你的預付幫助啊 開銷啦 機器的保養跟維修跟汰換啊 要破百啦 網路費啦 一個月都破百 然後現在就量 量要一直產出啦 像做節目一樣的 一直要量產出 才有辦法在YouTube的頻道存活啊 我覺得任何人一開始做 網紅 開始紅的時候 你情緒是怎麼樣 因為一開始紅的時候 就正負兩集會出來 就很多人會 你也知道網路上面有極限 臭屁辣子 你也會 三小啦 還要拍照啦 你那三小啦 你旁邊在白痴喔 啊這麼白痴 有這麼多人要看 那你一開始 一開始拍就會 你怎麼樣去 一開始 抒發這些不好的垃圾 像我 我承認 我一開始就是很玻璃 我玻璃是因為我看到什麼 我都很生氣 我都很想打死他 都很害怕 可是我後來發現 這樣這樣下去 我先走了你知道嗎 我真的會先往生 因為我待多了 那像你是怎麼調適 一開始因為沒有把拍影片當成是工作 所以 我一開始打我來招 你來跟我招 我就招了 所以你也是很直接 就像我 就是這樣 你不算看你當上 不要看 我去哪兒去關你什麼事情 當年 公所 一開始一開始是這樣 不過到後面 你做工作的時候 我就有關念就不一樣了 關念我就覺得 你做工作 你如果開店做餐廳就好了 有改他的客戶 也沒有改他的客戶 人家這樣拍照 你要怎樣 我的個性是這樣 那我就聽你的意見看看 你真的會去改進 會 我真的會去改 不過我會判斷 會判斷說 你是討厭我來這裡亂 來找的 那種都不用插 那種看多的你就沒感覺了 我覺得我就沒感覺了 真的讓你真心給你意見 這樣就慢慢改 我也希望說 因為我看過一些留言是說 我很討厭菜仔看你以前怎麼樣 不過你最近那顆什麼 我覺得不錯 我重新來看你的影片 那種的成就感 我覺得更加大 OK 但是 你總有一段黑暗的過去 我比較想聽那個就是 像瀏覽率上不太來 然後你待會再靠北四百年 然後你又很想要拼 就是想要 你知道那個已經不是錢的問題 那個是面子問題 對對對 然後這個你怎麼調適 你怎麼又去拍出更好的作品 我會拍大家要看 像有的創作者YouTuber 會堅持說 我就是要拍這個 然後我不管有人愛看 你會轉嗎 我會轉 我就跟著大眾的口味去轉 而且我轉很快 因為我每天都在看 我會訂閱了一百多個頻道 我每天都在看 大家都在創什麼 然後我就觀察說 為什麼這個 這一支 這個頻道平常還好 為什麼忽然去唱起來 我就研究大家的口味 你說你訂了一百多個頻道 像我是每天回去光看新聞 看那些有的沒有的 我就要看好幾個小時 像你想心梗 然後看那麼多東西 然後再拍完片 再剪片 再剪片 然後剪完了之後又要怎麼樣 然後再去 東西放出來 像那種 你知道嗎 剛剛實施大會 然後等著聽 等著聽大家的評論這樣 等著聽大家的評論這樣 這一段時間的過程 這個壓力 你自己覺得 當YouTuber真的這麼好做 真的是拍照啦 一開始要讓大家看到 你也沒有一些比較 誇張 或是吸引人家注目的 贏片 你也很難押起來 你說真的HIP很好 很精緻耶 現在大家都也很精緻耶 很夠HIP的 因為一開始吸引人家注意力 然後要怎麼維持 維持最重要的是 你要賺錢 你做這度 你也是要賺錢 然後點閱率要維持住 這是最困難的啦 除了會去 看大家在幹什麼東西之外 我們團隊其實也很重要 Yup 像我們團 不要再做老闆 就像我意見 我要那些什麼 對 所以你要聽取他們 一定要聽團隊的意見 因為團隊 各個年齡層我們都有 我們都有啦 像我比較老的 比較年輕的 或是十幾歲的小孩 我們都會完工 現在小朋友流行什麼 二四幾歲流行什麼 我們都會去聽 你覺得台北馬上就提出意見 謝謝 那最後我想問你喔 這個議題到這邊 最後想問你 如果你今天沒當Yup 你現在做什麼 你想啦 你一定會社工 應該是社工吧 社工 因為那一開始就是想 那時候 念研究所 我還有想要課博士班 OK 因為我一直在大學做教授 OK 就當社工系來做研究 OK 所以我如果沒有這個 我應該是 社工吧 OK 我們今天剛好 阿咖的老婆在我 現在在我斜對角 唉唷 在鏡頭之外 我先問一下 不好意思 沒有要破壞夫妻感情之類的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 OK 我們 我們 不用講話喔 我來幫他講 如果今天阿咖他沒有做YouTuber的話 你還是會嫁給他嗎 對啊 會 他也是會嫁給他 唉唷 為什麼 如果他 如果他收入 你看他這個人 你覺得你是 為什麼喜歡他 因為我認識 我認識他 什麼 我們認識很久了 我們認識很久了 喔 所以從頭到尾都不知道他有紅 他都不知道 我知道他是YouTuber 但我不知道 如果在台灣是YouTuber 或者是他 OK OK 真愛 沒有他 他貪圖我外表 帥 喔 他太像三下自久了 喔 他就是外貓協會 帥就好 帥就好 OK 好 那我們接著聊喔 我們剛好聊到你老婆 我們來聊聊你的家庭 你出去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大家都一直看著你 或者說一直找你拍照 你沒有辦法 你會有這個困擾嗎 我是還好 因為平常其實也不太出門 你會不會有那個恐懼症 不會耶 你說家裡大家都要 就是你以前沒紅的時候 你人多的地方你都敢去 看電影什麼 一大堆人在那邊幾排隊都沒有差嘛 餐廳吃飯也沒有差 那你現在 你知道你出去就是 你可能帶老婆吃飯啊 小孩啊 你可能去到一個地方靠北 你可能就被 定在那邊走不了 那你會怎麼處理 其實會減少出去外面吃飯 像你吃飯還是朋友聚餐 是 可以你就頂包廂 來家裡就好了 來家裡就好了 你也知道這樣不方便啊 也是不方便啊 但是現在又 因為有菜頭粿 也很紅 那帶小孩出去吃 就哇 大家都不要跟小孩去 小孩也撞不住 所以帶小孩去 就趁那個 平日 比較沒人的公園 要吃飯 來家裡吃 也會盡量去避免 我在這邊做個生活 小常識分 因為我有兒子 我在這邊建議大家 看到人家的小孩子 不要一開始就去親人家小孩子 抱人家小孩子 這是非常不禮貌的 摸臉 對 然後捏耳朵 捏自己 欸好可愛喔 你媽你誰啊 我操 媽的 要不要讓我捏捏你啊 拍手 哇 真的不要這樣 館長講出來了 真的不行 因為你大人也沒辦法 你為什麼要念你小孩 真的是不要 我們大人看了就 這麼多難 這麼不容易 我們接下來問比較 OK 比較 這個算是比較禁忌的問題 但是其實老婆在現場 我相信你一定不會講實話 欸 實話 你一定不會講實話 發誓你要講實話 實話 來館長節目絕對 有恩必達都實話 OK 像你現在也當 你們結婚 認識這麼久 這麼久 然後又結婚 你又是那麼紅 你知道嗎 有沒有 應該有很多 這幾年來 很多那種 頭懷送報的訊息 頭懷送報 也就是說 他很想要 跟你發生關係 或者說 他要約你出去 或者說一些 應該有吧 這幾年 認識一下 出來吃個飯 就是很多那種 主動 很主動的 說實話 因為我出道 我不是課長相 是 我也沒有30公分 我們都是3公分 是 我一直 一直在說我自己就是 三分鐘結束 我還真的沒有說過這種裸照 丟臉 你看有多丟臉 丟臉 跟你四好嗎 以前單身的時候 就有那種女粉 女粉嗎 就女粉 會覺得很帥啊 什麼的 然後想認識 是 你看我現在講話就很頓地 頓地 沒關係 都知道 然後就會想跟你私聊 私訊跟你聊天 然後每天問候一下 這樣子 就好像女朋友這樣 對對對 單身的時候會有啦 但你結婚的時候還是有吧 結婚就 完全沒有 你的粉絲有這麼的 很乖 就沒有 就完全沒有 都沒有 你看多丟臉 有嗎沒有吧 應該沒有啦 我記得應該都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因為老婆的關係 不要再問 小孩兩個 離婚很麻煩 你知道嗎 財產都跟你辦 不要再問 真的沒有 我很乖 都沒有什麼廢話 OK 那接下來就是說我們問吧 因為我們剛剛講 也翻了四個頻道 那我們剛才跟蔡陶貴拍過 那 當然網路算明是無極限的 就是每個父母想說到什麼 那 你現在你兒子已經同心了 那針對有人跟你說 啊你這樣利用人家賺錢 或者說罵畢 他這以後童年一定很機場 因為小小兵 小兵兵小兵小 小兵小 我不知道因為 他的名字複雜程度太多 就是一個兵字一直組合 一個remax 一直組合下去的一個 迷你兵 一個構造 他們是一個團體 你知道嗎 所以像這樣子 對 最多人拿小小兵出來比 先講我為什麼要拍這件事情 第一個 大家喜歡看 你粉絲追那麼久 然後你結婚 從單身到結婚 到小孩 大家都很想知道 第一個當然是滿足粉絲的 一個心 他們他們就是要 追星族 就是這樣 那第二個 我覺得跟我的 過去的家庭有關 因為我們爸 我們也小時候沒有這個 所以我沒有 可以去回憶他們的東西 你說相片 真的沒有幾張 沒有到十張 然後也沒有影像 留下來 我們爸又過身 很意外 然後很早就走 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 不想定小孩 只留下遺憾 所以幫他佔好 佔好 老爸 當時怎麼不遺 你有這麼東西可以看 老爸以前很愛 爸爸媽媽也很愛 那你說很多人批評說 第一個是靠小朋友賺錢 是 這是比較 比較不可能 我出道已經 不是說我 十二當前 就已經靠小孩 啊結果去 你去拍戲 可是從頭到尾你是一個 幕後 然後從頭到尾就是 蔡桃粿 這樣子 然後他超紅這樣 對 然後你就操縱他 不讓他唸書整天拍片 這樣子 不要去上課 也沒有 也不是這樣 所以靠小朋友賺錢 我也沒有說出周邊 大家要插桃粿 什麼人快來買喔 也沒有啊 就是紀錄他原本的樣子 雖然會被批評啦 但我覺得我 欸我行的陣 還好啦 結果不擔心 不擔心 不擔心 那第二個大家會質疑說 你說 曝光太多 你說小朋友幹什麼也好 未來會危險 危險 危險 危險這一個我們是有考慮到啦 比如說 你去講 什麼講話 什麼地方 你如果要打卡 你如果要創什麼 可能 因為嘴裡不是當下 然後我們帶去比較少人地方 這一個是 安全 避免危險 然後隱私很多人說 後面還不叫同學笑 像讀書 影片 你寫線譜 或什麼 或是醜照 都在網路上給大家看 啊我也想說 你同學 你同學 你現在也會兩回 啊你十年後 你怎麼看過 其實這個我們每一個人家裡面 都我們的小雞雞照 我們小時候父母都會拍嘛 以前我爸我媽媽 我大朋友回來 他就拿那個 小孩子 你看有可愛嗎 然後你每次就要尷尬一次 十個人就尷尬十次 就尷尬 然後以後 然後過幾年之後你也就習慣了 但其實這個蔡頭粿 所以我們是有設一個時間啦 肯定比較大間 他如果 懂事了之後 懂事還是面容 他不想拍的話 對 不想拍還是保護他啦 保護他啦 也是保護他 就不會再一直去吧 ok 如果他想咧 他想要走你的路 那當然是ok 當然ok 他興趣發展 好那我們再回頭問一下 上一個問題 如果你 如果你 呃 你現在 你有發生過那件被襲擊的事 那 那 現在這樣子你出門 你會不會有個陰影 或者說 你現在有聘人 就是你出路的時候保鏢 大家會質疑 那時候質疑說 是怎麼說沒有 無心還不騷擾 就質疑 看你啊 我好一大堆 我好一大堆 我完工也是 我完工也是 因為我們員工嘛 他老公上班嘛 他就要顧胎嘛 還要帶他 他是 我原本也有那種 大堆還要帶一隻 騎摩托板 人家要送飯啊 沒辦法啊 就出飯給人家吃 啊送 他們去幼稚園啊 很多人都是 吐摩托板啊 你在說什麼 出路我覺得第一個 開車啦 盡量開車 盡量開車 比較不要騎摩托板 如果我自己沒關係啦 想說 要去公司 或是要去台北買東西 自己騎摩托板 是沒關係啦 如果帶母子出去 盡量都開車 地下是進 地下是出 這樣看不出來啊 對 這個不知道啊 我會覺得還是要就是 我覺得還是要低調 出路低調 然後小心 然後左顧右盼 像我現在 也是 有點看影響 你看天后 我都不好意思 就看一個好走進 有人就這樣 OK 那接下來我要問說 他說 你在第10台北 台北物價太高 這樣 這個問題是 你要不要講一下 我常常會比價啦 是 你說我看 有買過那個 台北鹹豬基 一個四季度六十塊 是 太貴半 我家裡三、四十塊就有了 還是說 台北什麼都貴 對啊 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什麼都貴就是 都貼在貴 說到這個又突然啊 貼頭雞 對啊 啊你貼頭雞 你去南部做一個 台北 看可能五千塊吧 你去來台北市 東區做一個台北 可能幾十萬的 我現在的退休夢想 就是要做貼頭雞 其實我跟你說 做貼頭雞 在台灣 做貼頭雞最爽 真的 你做YouTube 真的 他整天了 整天了 吃飽 吃飽喔 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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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 回來 他以前還要收嘛 現在不用收 現在都電背 因為 電子開的 卡丫下去 有聲音沒聲音嗎 這個就是跟我們講 你知道嗎 一個男人最重要 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投胎要投對 那如果投胎投不對 你還有一次機會 取老婆要取對 那如果都沒有 不要靠自己 像不要靠自己 對 要靠自己 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 跟阿嘉聊了這麼多 但是也是 事實上也是 阿嘉 他現在幾歲 36 很年輕 沒有啦 36 36歲 他已經有這番成就 我覺得 很不簡單 沒有啦 謝謝謝謝 你覺得你人生到什麼階段 你就會滿足 連Youtube做到什麼樣的階段 其實我很 你說金錢上面 其實我很知足 聽說 我本來感覺說 我如果沒有Youtube賣一個上班族 是 就四五萬塊一個月 是 大不了回到那個時候而已 所以我現在 我想做到說 我可以 想拍什麼就拍什麼 欸這很難 我在乎點閱率 這反而就是 大師的境界就對了 對 無我 我是要教 要看不甘用感的境界 就對了啦 我也不怕得罪誰 我也沒有在省錢 然後要看不看 要看不看 你們在哪裡 譬如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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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腦海中應該要閃過幾個 譬如講說 你如果想過那種很北欄的Youtube 你很想要拍 但是你會怕沒有人要 看 然後你從來沒有拍過 譬如講 館長 就像跟館長一樣啊 你就想要拍一句 整部跟你娘就對了 對 想要說什麼就能說什麼 隨心所欲 所以覺得 你的願望就是 有一天 你已經不在乎金錢 不在乎聲望 員工都辭退就對了啦 那一天就對了啦 然後你就會 你就會達到 本身的一個 就是 東來啦 是這樣子嗎 可能就回到一開始的初衷 那應該很老了啦 應該 你剛剛說36歲應該到56 就是 蔡老貴已經20歲了 這樣也很爽 然後他已經比你紅了 然後你就已經 你就隨便了 我們不要吵架啦 你都大了啦 我HIP桑就HIP桑這樣 OK 那我們來聊一聊 最後我們一個話題喔 給阿哥 你未來當然我們知道啦 現在當網紅 我們就是要抓緊機會嘛 我們不可能 我們一定要穿紙做自己的事業 那你現在你有 你最想要做的副業是什麼 副業喔 其實從五六年前就想要做副業 但是 回過頭來 還是先顧好自己的影片耶 因為我覺得副業都是 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而已 然後你光自己影片頻道 你頻道如果沒有好的影片 你沒有點閱 你那個 整個討論的聲望沒有啊 你要做什麼副業也沒有好啊 像有的Youtuber 去賣咪 賣什麼蛋糕 你賣到最好的 對 不過你今天贏品還不行 沒有人不買啊 你也可以煮個麵啊 我可以介紹麵場給你 你也可以煮一個 煮一個你的麵 菜桃桂麵 菜桃桂麵 也可以 你要來嗎 你要給阿伯吃喔 哇 還有中場休息喔 謝謝餒 直接略過爸爸 然後去找阿伯 謝謝 你要看阿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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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都不客氣 就走囉 謝謝 就走囉 好 好 節目的尾聲 請我們阿伯 試一下我們家的麵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結尾喔 最後這個很溫馨的畫面就是 讓大家看我們阿伯吃麵 然後看我們菜桃桂吃麵 菜桃桂吃麵 OK 菜桃麵 這真的是菜桃麵啦 菜桃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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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的 不好吃 這個好吃 所以你剛剛說你出唸 味道還OK嗎 誒要說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真的 說真的吼 因為剛剛館長再次講一些那種客套話 真的吼 幹真的好吃 而且太便宜了 館長你這是什麼賺錢 館長錢太多是 賢錢賺了夠多了 又不賺錢了 還好吃 而且菜仔粿吃很多口 菜仔粿是不會騙人 他不會咽 辣嗎 沒有 那你再吃一個嗎 那是胡椒味而已 哇 好甜甜啦 好吃 好可愛 這菜仔粿吃下去 這又嫁不開了 百聲 菜仔粿都愛的粗麵 好吃嗎 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了 好 你還要再吃看看嗎 吃看看嗎 唉唷 這給我調眉 你好厲害喔 你 很捧場 你真的好厲害 妳要餵阿伯吃嗎 妳要一口給阿伯吃看看嗎 我幫妳捲一捲喔 餵死喔 這什麼畫面 可以可以可以 你拿給阿伯出 阿伯吃 啊 哇 哇 這什麼畫面啊 阿伯有粗嗎 有喔 好粗喔 要吃嗎 好 要吃 我跟你講這很搶喔 現在很難買喔 還要 真的要吃 真的有耶 真的喜歡 真的是愛吃 你不愛吃就不愛吃 喔 你有吃嗎 吃 吃 吃 阿伯沒有麵沒有麵沒有 有有有我很多麵 我很多啦 這阿伯多啦 沒關係我成果很多 對 阿伯很多 OK 那阿伯是那個 你以後回家就可以餓了就包包包堵 這邊 那是你的 這個 感謝 謝謝 各位拍手喔 哇 今天帶回家出喔 OK 今天大家辛苦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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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看啦 你跟屎嫂說 掰掰 掰掰 今天來真的有點嚇一跳 我們第一次跟館長拍 就是在他的健身房 然後一個道館拍 道館拍完 然後又有辦公室 欸現在又有個棚 這規格越來越大 館長真的是這個YouTuber 完全給他做就好 不能這樣嘛 館長給我們點飯吃 那個棚搞得跟電視台一樣 然後那麼多人力 還只要併購我們大樓口 娛樂健公室 我們歡迎被併購了 好不好 價錢好 館長真的太厲害了 我朝他目標邁進 像 希望我多年之後 就很像館長一樣 隨心屬意的派遞 想幹嘛就幹嘛 是我的目標 以館長為目標